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邓子齐能出现在林俊杰演唱会现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让人意料之外的另一个惊喜嘉宾居然是新生代歌手周深 两人合唱了果祝新的光大于两首歌曲 当晚集冲上热搜被称为直冲天灵盖组合 周深宣称自己追梦成功 终于体会到了耳机里的声音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幸福感 对台下的歌迷们说我也是代表大家和JJ合唱呀 JJ林俊杰也回应道你已经很棒了 只要努力延续音乐的寿命 不断地一直追求进步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听你的歌长大了 谢谢深深带来这么棒的祝正 两个有才华的音乐人互相欣赏 互相鼓励 在演唱会开始之前 就已经有传言周深将会作为嘉宾出现 当时也引起不少网友们的关注 其中也不乏一些负能量的评论 林俊杰作为演唱会号照例仅次于周杰伦的头部歌手 祝正嘉宾自然是备受瞩目的 有人认为周深目前的资历并不配出现在他的演唱会现场 其实作为演唱会的帮场嘉宾 唱功自然是要排在第一位的 周深无论是唱功还是口碑都不差 甚至可以说是在新生代歌手里是拔尖的 林俊杰跟周深皆是属于露现场 比修过音的CD版还要动听 经常被调侃为修音响的人 不管现场的设备再差 两人凭借自己出色的演唱技巧和独特的嗓音 总能力挽狂澜 让观众耳目一新 所以周深能够成为林俊杰的助阵嘉宾 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优秀的人总能相互欣赏 许多网友对周深的印象还停留在好声音被淘汰的学员 以及还有他的成名曲大于 但是其实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家队的唱将 经常出现在各种大型晚会上献唱 在新生代歌手里 唱功跟口碑都是拔尖的周深 自然是深受到央视的青睐和重视 在前段时间刚结束的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七夕特别节目里 央视新闻也对周深做了一栏专访 采访时间高达30多分钟 是本期节目采访时间最长的嘉宾 除了采访以外 央视还给周深安排了送礼环节 这也算是特意为周深设计的一个保留节目 而采访兼送礼的主持人 则是由裴飞老师来担任 因工作关系 裴飞多次采访过周深 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每次采访周深 裴飞都会给他送礼物 此前 裴飞先后给周深赠送过一把戒指 依得绿植 在这次采访中 裴飞问起周深这些礼物的去向 周深表示尺子一直珍藏至今 绿植则由于照料不当 已经一命呜呼 幸好 这次裴飞给周深送上的是一把国风扇子 扇面会有两个式子 代表注视是如意的意思 更运于去年周深在20227席晚会上演唱的那一首如愿 恰巧周深的生日刚好跟今年中秋节撞上了 央视还特意为周深提前庆祝生日 更是为了祝贺周深出道九周年 深知周深不爱吃蛋糕 还特意选了豆腐蛋糕 蘸辣椒水 干爹的吃饭也完全尊重了身为贵州人的周深 如此用心 可见央视对他的重视 除了常驻央视的节目之外 在国际赛事上也经常出现有周深的身影 2022年北京举办冬奥会时 不仅被选为冬奥会的形象大使 还为此时赛事献唱了歌曲《梦想指路》 在今年的杭州亚运会 为了助力亚运会能够顺利开幕 早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和乐坛前辈维维 以及一众明星合唱了《从现在到未来》 这首歌的编排类似于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曲《北京欢迎你》一样 每个歌手仅演唱一句歌词 先被维维第一个亮相 周深排在第二位现场 完美对周深有多重视 从MV的封面和出场顺序就能看出 不少网友调侃 周深真的是央视的亲儿子 太宠了 8月19日 周深在北京的九州年演唱会 央视的《六公主》CCTV6电影频道 也派了工作人员到场观看演出 且在社交平台上放出多条有关周深演唱会的视频 2023年开演唱会的歌手有很多 但是能够让《六公主》亲自到场的确仅有周深一人 不少周深的粉丝都纷纷在评论里留言你是怎么抢刀票的 能不能偷偷告诉我你的抢票攻略 没有票的只能哭死 一方面为自己的偶像被官媒重视而感到骄傲 另一方面 一些为抢到票的粉丝们只能留下柠檬的泪水 在前不久的2023湾区声明月电影晚会里 内地歌手纷纷翻车 周深凭借助自己扎实的唱功和独特的歌声感染力 终于为内地挽回颜面 不至于在香港老前辈面前丢脸 如今 各大晚会 颁奖典礼都少不了周深的身影 而他应该也是新生代歌手里形象正面 唱功扎实 国民度高的第一人 想必也是官方下一个要蛀虫培养的青年一代文艺工作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